螳螂拳有三大流派 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其中的一派 七星螳螂拳 七星螳螂拳流行于山东焦东地区 大约已有三百年的历史 在骑传过程中 七星螳螂门派涌现出许多著名拳师 现在为我们表演七星螳螂拳的 已是第八代传人林栋柱 七星螳螂拳以北斗七星为寓意 以天降而合拳法 创造出七星布 七星锤 七星钩等伸手动作 并把螳螂拳本身所具有的钢猛走势融为一体 在流变过程中 形成了拳法快捷 发力迅猛 意境求钢 尽力求翠的门派风格 尤其是七星螳螂拳的步法和手法 更含有鲜明的特色 七星螳螂拳吸收了其他螳螂门派刚柔相继 体松拳紧的基本架势 但在运气发力方面更注重一个快字 所有心快 眼快 身快 步快 手快的练拳要诀 所以席练七星螳螂拳者 强调拳法快如风 定式稳如钉的基本功 大拳时 出手连步步到拳道 后手跟前手 前手护后手 进退敏捷 倒踪而入 七星螳螂拳它有十二字 钩 楼 踩挂 奔批 吊炸 连拿 绑铐 十二字 这是什么样子 钩 这是七星 七星 前面是七 后面两个钩下来 后面是踩 前面是钩 后面是踩 七星螳螂拳游攻祭祭之庙 将就快打慢 长打短 硬七软 以快式保持优势 通过纸上打下 打下烧上 放长七远 长短相互的方法来刻跌